房價有沒有多砍才是重點 利息不重要 重點是你房價買到多少房價才是重點 因為每個人呢 房貸大概10年8年就還光光了 重點是你花了多少錢買房子才是重點 滿滿的房市經驗大禮包喔 買房的重點這個時候不是房貸重點 重點是貸款層數有多少 你說一千萬 你的房子如果是只買個八百萬 那沒有意義嘛 全部補助也是很不錯啦 如果買個兩千萬那你補助一半而已嘛 那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買的地點 是不是很好的地方 我們不要舉例 因為之前我們講過什麼淡水什麼 地點差的地方房貸乘數可能只有七成 你跟建商買可能建商跟別人談好 跟銀行談好的那個貸款條件可能都有八成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跟一般的 你要轉售 你要跟中古買 然後地點不好 最後銀行給你房貸只有七成 你縱使新清安補助 可是你還是要跌三成的現金 懂嗎 三成現金還是要自己拿出來啊 如果地點不好 那還有四成現金怎麼辦 是不是 利率 1.775是補助一碼對不對 那你其他的部分利率是多少 你有沒有那個錢去繳那個錢 寬限期三年變五年 你有五年的寬限期 事實上你要算你繳得起繳不起來 因為五年喔 一下子就過了 那你會說 史惠哥五年房價就漲 不一定 很多地方五年房價不一定漲 而且等到五年之後呢 你房子也舊了 萬一你漏水漏了亂七八糟 這時候你要賣房子 你也不一定賺得到錢 目前為止很多房子都是這樣 想賣賺不到錢 然後你又不想跌價 然後你以為撐得下去嗎 你每天繳利息 利息是你在繳 然後到時候五年之後呢 變成本利盒你就互學了 房價有沒有多砍才是重點 利息不重要 重點是你房價 買到多少房價才是重點 因為每個人呢 房貸大概十年八年就還光光了 重點是你花了多少錢買房子才是重點 好 地上選貨停車位 這要小心 因為還是有人在推廣買地上選 房價比較低 但是呢我講過 地上選它是特殊產品 你等於是一次把 比如說五十年的地上選時間 你一次把五十年的租金送給房東 換了這個房子 租金應該是每個月給吧 你為什麼要一次給五十年呢 有意義嗎 我覺得沒有意義啊 然後呢你買了地上選的房子 你想轉售 死定了 地上選的房貸真的是很難貸 你跟建商買很容易 因為建商跟銀行談整批 所以比較容易買 沒有錯 可是你哪天需要賣房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想要下一個人要貸款 很不容易啊 你要到達八成幾乎不可能 幾乎不可能 懂嗎 那停車位呢 停車位只有頂多九五成而已啦 你沒有辦法到八成 所以想要趁這種清安貸款買一個什麼東西有沒有 你不要打這種如意算盤 你有錢有需要再買 沒有錢沒需要你想要貪這個貸款 你是賺不到便宜的 其他不該找的費用 我上禮拜有講過 如果你是找保險公司貸款 那保險公司會不會趁機A你說 呃 慈文先生你要貸款啊 你要先保個受險 再保個意外險 再保個失能險 然後最好醫療險再加一加 這樣子我們公司才願意帶給你八成的那個貸款 可是我們的利率比較低要什麼 開始三寸不亂之舍 其實你根本就不需要這些東西 貸款就是貸款 保險就是保險 懂嗎 保險不要打我 因為我在戳你 你就不應該亂講話 真的我看到很多保險都亂講話 保險歸保險 貸款歸貸款 要切清楚 不要說公司規定 就不要去貸 那就不要貸嘛 然後有些銀行人說 你幹嘛保 給我們貸款 希望你去辦信用卡 可以 信用卡可以辦 只要不要年費的 你自己考慮 要年費的信用卡 你自己該不該辦 可是沒有規定要辦 懂嗎 有些銀行故意就是規定 他故意沒有講義說 你幫我辦一下 銀行都說希望你辦 你辦了信用卡之後 你可能你的貸款會容易下來 這都是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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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騙人 當然因為你買了房子 所以你的資產會 比一般人還多一點 所以你想辦什麼 年費卡 那是很容易的 你想辦什麼黑卡 金卡 無限卡都辦得下來 因為你的資產就是這麼多 但是你要繳年費 你自己考慮喔 最新影片都在 好繁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喔 打開小鈴鐺喔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